而面對昨天六欽再傳出火警 雲林縣政府認為實在是太離譜了 他們認為人為舒適的機率是很高的 所以再次強烈要求六欽 應該要全面的立即停工 而這也是六欽這一年以來 第八期的公安事故 相反人員趕到火災現場 趕緊先噴泡沫降溫 邁雅六欽煉油三產 在六號下午的試車過程中 因為網化油外洩引起火災 雖然火勢在二十多分鐘內撲滅 但這廠區和七月三十號 發生火災的公安意外 是屬於同一場 六欽管理部表示 當初是為了安全 將六三產七義廠區停工 進行體檢 但要恢復試車過程中突然發生火災 臨近鄉民代表和鄉親 第一時間也趕到現場 關心 雲憲府則強調意外發生 太過頻繁 強烈要求全面停工 雲憲府也表示 一年八次公安事故似乎變成 很常態性 顯得凝聚居民隨時都生活在恐懼中 麥寮相公所和代表會也呼籲臺塑 要落實做好 汰換舊管線和公安管理 另外雲林縣交法權力促進會也說 六欽如果沒有提出對沿海軍民的改善措施 會在9月15號來到六欽大門口抗議 記者王文雄原理報導